你死得太轻松 尤其是死之后 还捞了个皇帝的恩情 这不好 老天爷倒是 等我心思 让你重生到我家里的丫头 让我再亲手报一次仇 对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下就猜到你是借尸还魂吗 其实很简单 重生这件事 你不过是个孙子 我 却是你的祖宗 你什么意思 你我对摄比试之前 打听到了解到的 是我盛景叔不过是个 普普通通的商户女 其实你的消息并没错 但因为我是从上一世 重生回来的 我知道这条路走下去 是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我变了而已 所以 你一开始就知道 我对摄政王的心思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你是故意诱我和你对战比试 好让我失去所有 这不重要 你呢也不用想太多 因为你想多想少 你的结局都是注定的 南雪威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你要杀我 老天爷给我重获一次的机会 你敢杀我 就是与天作对 你会造报应的 倒也不至于杀你 也不是怕什么报应 只要是我担心你死了 又不知道在哪个街角 改了而且失还魂了 到时候我还要在万千人中 辛苦地找寻分辨你 太麻烦了 那你就放了我 我重生的时候 收到过神仙给我留的话 说我杨寿一百 是一定会寿终正寝的 杨寿一百是吗 那还是不错的 我这儿有一种药 稍后给你吃了 然后你就会忘记 你是南雪威 只记得 自己是我圣家 干杂活的园艺丫头 任由我圣家驱使 你放心 我会让下边人 好好地守着你 给你安排 你最不想干的活 将你嫁给你 最不想嫁的人 你一定能够 安安稳稳地活到一百岁 像个傻子一样活着 一辈子做我圣家奴才